休息十分鐘 五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免費提供蠻牛 還有那個咖啡 24點鐘 試試看 給自己一些挑戰 OK 好 來 像我昨天在教育公報看到一篇文章 在荷蘭有一間教會 它已經連續800多個小時 舉行禮拜了 沒有停 24小時都有禮拜 因為它要保護一些難民 因為只要難民走進教堂就被保護 警察絕不可以在做禮拜的時候進去抓人 所以這個教堂就大家輪流 在每一個小時都有 累的人去睡覺去怎麼樣 總是有人在主持禮拜 這個禮拜已經持續了800多個小時 可以對弟兄姊妹的愛 愛到這樣一個地步 不容易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第十一節到第十八節 第六章 十一節到第十八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凡西途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禮 無非是怕有自己為基督 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 連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 不過要藉著你們的肉體誇口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因這十字架 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定在十字架上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凡照此理而行的 願平安怜悯加給他們 和神的以色列民 從今以後 人都不要嚼擾我 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弟兄們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 藏在你們心裡 阿們 好 保羅就指出 他寫覆言的信 是何等的大呢 請看 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許多人猜想 這是因為他視力很差 不能看 也不能寫很小的字 所以他就把字寫得很大 但是應該有比這個更好的 就是說 他其實是強調 比較大的字 就是他強調的部分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有些PPT 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們會凸顯幾個字 特別大 那幾個特別大的字 基本上就是我們要強調 讓大家一目了然 就可以看見 好 那麼 斯托德 那個英國的 這位學者 他說 絕大多數住室都認為 他故意使用大字 要麼是因為他把讀者當作小孩子看待 使用嬰孩的寫法 對他們屬靈的稚嫩表示責備 要麼就是為了強調 強調 加強語氣 就像我們今天用大寫的字母 或者在文字下面畫線那樣 所以就是意思是說 我寫給你們的 我可能是 他應該是不會整篇都是 而有少數幾個地方 有少數幾個地方 他的字是大的 然後他這個地方才講說 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 凡稀圖外貌體面的人都勉強你們受割离 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律法主義者想要把他們置於律法之下 假裝的動機是出於對他們的關心 我關心你們得救啊 我關心你們是否能夠在上帝面前爭議啊 在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喜悅啊 如果你們現在已經洗禮是可以啦 不過要掛再進一步的保證 進一步的保證 那最好行個割禮喔 雙重保障啦 兩種保障都有喔 也許是假裝是出於對他們的關心 但是保羅看出來了 他們是在欺騙人 他們真實的動機是自私的 只不過稀圖外貌體面帶來的尊貴跟榮耀 所以他們要加拿太人受割禮 這樣一來啊 他們就可以把這些外邦人的順從 當作炫耀自己的成就徽章 意思是說你看 這些人都是因為我的勸勉 他們都行了割禮 那這樣他們面對猶太派的 或是那些猶太人 他們就可以在那邊說嘴了 他就可以在那邊誇耀了 所以其實是說 是為了他是稀圖外貌體面 好 那麼他們就像大衛 就像大衛也曾經以親手殺死 兩百個非利士人 然後取得兩百個非利士人的羊皮 作為誇口 照樣這些律法主義者 主要是為了得到獎盃 因此才要這些外邦人效忠 你看你們這群外邦人 你們成為基督徒 再加上行歌禮 那對猶太派的基督徒來講 莫無非是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還有呢 無非是怕自己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除了他們自身的榮耀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動機啊 他就是免得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假如這些律法主義者說 我們得救只是因為基督十字架的工作 而不是因為我們順服在律法之下 他們就會受到逼迫 所以這個逼迫很可能來自 其他律法主義的基督徒 或者仍在猶太教中的人 他們這種在壓力面前不願站立 因此便做了錯誤教義的代表 其實他最簡單的意思是說 當時候請記得當時候 教會基本上所受到的逼迫 不是從政府來的 因為他們還不成氣候 真正成氣候大概是主後 五零年代末期到六零年代 基督徒人數已經越來越多了 甚至於有些羅馬的貴族 都已經有人稱為基督徒 一直到主後六十四年 尼路皇帝火燒羅馬城 在那個時刻 他那個時刻 他來對基督徒進行第一波的 非常強烈的迫害 是從政府來的迫害 保羅在那一波的迫害中間犧牲 而彼得也在那一波的迫害中間犧牲 所以基督教在那個時候 受到一個很大的浩劫 但是在主後四十多年 五十年就是加拉太書寫作的年代 基督徒受到的批迫 基本上他是被視為 被猶太教視為異端 所以基本上迫害都是從猶太教這邊來的 所以才會使得 基督徒裡面有些猶太人 他們是覺得說 我是一個猶太人 我在接受基督教 那麼他也許是這樣想說 如果這群猶太人在 又在那裡奇奇怪怪 他就又在那邊 在那邊那個什麼 在那邊說三道四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跟他們講 你看看這一群外邦人 他們也都行割禮了 這一群外邦人他們 所以我們都信耶穌 不過他們也行割禮了 只是我們都已經 他們都加入了我們猶太教 只是在猶太教裡面 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所以呢這裡 他們其實是免除 為十字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 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不想 可以免掉被那些猶太人 迫害的可能性 但是保羅非常強調 到後來寫的羅馬書 那哥林多前後書 也都特別強調 他定義在你們 我們中間不傳別的 只有基督並他定十字架 哥林多前書 一再的強調 好 那麼 羅馬書也是 所以呢 耶穌基督的死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耶穌基督的復活 都成為基督信仰裡面 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一個人 一旦堅持這些 就有可能被逼迫 耶穌時代如此 保羅時代如此 到現在還有沒有 還是有 到現在已經2018年了 在某些國家 仍然因著信仰的緣故 他們是在那種 隨時都有可能失去 生命危險的情況 像在這兩天的報紙也出來了 中國四川 有一個教會 春雨教會 秋雨還是春雨 他是改革中的一個教會 那個牧師也滿大膽的 牧師很大膽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你這麼大膽遲早被抓 果然 現在失蹤 不知道是出來了 最好是能夠出來外面 那那個 但是 但是有裡面 就牧師的住宅被 整個被操 非常 就是信徒開始 似乎他們有覺得說 似乎教 那個中央 這一次決定要把這個教會 徹底摧毀 徹底摧毀 因為這個國家 不容許有第二種聲音 所以我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會有一些親中派 那真的頭比較壞去 那是一個土匪國家 是一個極權專制的國家 台灣有好不容易 得到的那種民主自由 那這種 你要放棄這個民主自由 要傾向中國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你在文化上 血緣上的親是OK的 像我今天用的是什麼文 中文啊 對不對 我閱讀的是中文 講的是中文 OK的 在文化上沒有問題 美國人跟英國人之間 他們用的語言是一樣的 但是國家是不一樣的 國家認同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要認同的是 民主自由 人權 法治 那我們要常常為中國禱告 難道中國人就沒有辦法享受民主自由嗎 所以呢 其實我們 像我自己常常在禱告中紀念 希望中國共產黨早一天垮台 這是我的常常我的禱告 那我就希望說 在那塊14億人的土地上 人人可以享有上帝創造一個人身上 應該有的尊貴跟榮耀 就如同我們在台灣這裡 我們可以自由的發言 自由的來信靠 而不必受逼迫 我每一次看到有人因著信仰被逼迫 我的內心感謝上帝是 主啊我今天可以放膽無懼的傳講 其實是因為沒有逼迫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天有逼迫我敢嗎 我也問我自己 我敢嗎 對不對我敢嗎 所以我不敢保證 所以我對那些在那種極權統治之下 還能夠放膽傳講 甚至於大而無畏的為主做見證的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佩服 好那麼這些人他們因為怕被逼迫 所以就很多的妥協 好那第13節就講 他們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們願意你們受割禮 不過要藉著你們的肉體誇口 所以保羅講這句話的意思很特別 他把他自己以前 他自己以前就是嚴守律法的法利賽人 不要忘記保羅是法利賽人 很年輕就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 然後被接受為法利賽人 那麼他是嚴守律法的 好所以保羅現在已經從這個處境中跳出來 因著基督他得到了自由 然後呢他就回過頭來看那些 那些受割禮的連自己都不守律法 保羅把他自己以前的那個標準 用到那些割禮派的人身上 在他眼中他們沒有嚴守律法 也沒有徹底遵守律法 這等於不守律法 彷彿保羅在講 我很清楚遵守律法是怎麼一回事啦 他們永遠達不到這個標準啦 確切表達他們在遵守律法這件事上 是沒有誠意啦 遵守律法齁 我以前守過啦 他們這種水平喔 根本夠不上啦 如果以我那時候的標準來講 他們這群人現在所做的 根本沒有在守律法啦 如果真的有誠意守律法 不是像現在這樣啦 是應該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保羅的語言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那些受割禮的 連自己也不守律法 連自己 所以割禮派的人希望 加拉太人受割禮的目的 是要因加拉太人的事情 作為誇耀的根據 他們以此來證明 並且用這方面的數字 來證明他們工作的果效 數字越大他們就越驕傲 所以不過是藉著你們的肉體 來誇口啊 他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業績的壓力 這個業績壓力 所以人越多 哎呦我就越 所以其實我們也要非常小心 今天我們勾引人入教 有沒有 我們都傳福以馬對不對 我們勾引人入教 但是有沒有把正統的福音 跟的信息 讓這群人知道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後面這部分更重要 你只是奉主的名 把他們施洗施洗 人很多 但是進來以後 都沒有真理的浇灌 你等於帶著他們走一條滅亡的道路 這是不對的 好所以呢 保羅就說 這一群人 其實不是真的要你們受割禮 他們只是 因著你們受了割禮 他們就可以誇耀 好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因這十字架 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羅誇口的唯一的 唯一的一個項目 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 在世人以為是魚灼的 世人以為是魚灼的 可是十字架上所彰顯的是上帝的大能 保羅的心啊 全然不在意 因為名望而得來的榮耀 他不在意 因為富足而得來的榮耀 他不在意 因人間的地位跟權力而來的榮耀 他只在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的榮耀 哇 其實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那個別的 其實就是指十字架以外的所有事 有沒有 十字架以外的所有 那以外的所有就很多囉 身體健康可以拿來誇口 事業有成可以拿來誇口 子女優秀可以拿來誇口 你貌美如花也可以拿來誇口 你道德高尚可以拿來誇口 然後你恩賜各樣恩賜具足 可以拿來誇口 哇 我們可以拿來誇口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但是保羅既將萬事看作憤土 為要得著基督的話 就是基督以外的所有事物都叫作憤土 這個無形中如果基督教的標準是如此的高 那麼我們其實就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真的還有很大努力的空間 因為我們賴以誇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所以其實基督徒的奔向十字架請記得 我們奔向十字架走我們的法則是減法 我們是用減法來奔向十字架 如果我們身上背的東西很多 我們就永遠達不到十字架 我們必須把身上的東西丟掉 丟掉什麼 丟掉屬世的這一切 那些可以讓我們得到榮華富貴的這一切 那麼這些東西真的是要丟掉 你如果不丟掉的話 那你就永遠走不到十字架 可是偏偏現在在教會裡面流行的 有些成功神學 幸福神學 那這個東西都是想要得到更多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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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擁有 擁有 擁有 當我們擁有更多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是被捆綁的 這個是要非常小心 擁有 因為一旦擁有就怕失去 一旦擁有就怕失去 今天讓你過了這樣的生活 要讓你由減入奢易 對不對 由奢入減難 你已經每天出門都四個輪子的 什麼時候換成兩個輪子 以後完全沒有四個輪子 只有兩個輪子 下雨天要出門的時候 就要 哇 全身包得緊緊的 那個全造勢安全帽 然後那個鞋子 外面還要有 像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在讀大學研究所的時候 外面還有那個雨鞋 有沒有 雨鞋包起來 然後那個穿的是 那個雨衣雨褲 包得緊緊的 絕不讓 絕不讓身上有一滴水 到了一個地方再起來 全身衣服褲子 該皺的都皺掉了 不是嗎 但是還是 幸好是沒有 沒有淋到雨 頭髮呢 亂的也該亂的 對 所以其實我對我自己來講 我已經有開車到現在 已經二十多年 如果要告訴我說 我再回去過著騎摩托車的生活 這個風和日曆還OK啦 那一想到什麼 哇 下雨的話 那真的很不方便 真的很不方便 我都很難想像 好幾次因為 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 油錢 太貴 我想說乾脆買一台 自動車 上課就騎摩托車就好了 後來想 如果太陽很大 騎出去熱得要死 太陽很大 騎出去熱得要死 然後呢 如果下雨的話 以後全身會濕 後來想想算了 還是開車好了 對 真的 我們的生活只可能 在物質上的東西 我們的本性 我們的人性 只可能越來越多 可是 這裡幫助我們去思考 當我們真的要走向十字架的時候 應該 不要的東西 可以丟掉的東西 能夠越丟越多 所以保羅 我們的生命會越來越輕鬆 越來越如意 好 那保羅不在意別的 從名望而來的榮耀 從富足而來的榮耀 從人間就是 基督十字架之外的所有東西 都是nothing 都是trash 都是garbage 通通是垃圾 是不是 是廢物 都是不重要的 都是糞土 好 所以保羅用詞 這個地方講 用詞很怪異 因為我們今天 今天講到 那個夸口啊 榮耀啊 這個十字架 是夸口 就是榮耀的意思 這個很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覺得很理所當然 有沒有 可是當時候 不對耶 十字架是丟臉的 是恥辱的 好 所以呢 對一個知道十字架 全部內容的人來說 十字架跟榮耀 這兩個詞 根本不可能相容 因為十字架 在當時候的脈絡裡面 是恥辱 他的意思 兩個是截然相反的 因為除了十字架 沒有更羞恥 更羞辱的處決方式 我講過 十字架的處決 是把你全身都是脫光的 不管是男性女性 被釘十字架 是全部脫光 然後把你釘上十字架 所以我曾經看過一部 暴君焚成錄 那暴君焚成錄 那暴君焚成錄 好幾個版本 我看到我那邊有一本 有一部是波蘭的版本 然後那個版本在什麼 在 在 在講到 那個 一群基督徒被 在競技場上被釘十字架 男男女女 有上百隻的十字架 每一隻都釘著一個人 都釘著一個人 然後那一群人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都是全身赤裸 然後那部影片是很寫實的 所以是 所以是 那個成人才能夠看的 然後甚至於那個 把你砍頭有沒有 頭這樣砍下來 也是血噴出來的 哇 都想說那個特效要怎麼做 然後就 人頭就這樣子滾在地上 對 那這種各種不同的 凌虐基督徒的方式 在那部影片裡面都有 後來我才發現說 以前 我們主日學老師上課給我講錯了 我小時候很敬仰耶穌 因為我們的老師說 因為耶穌為我們釘了十字架 所以信耶穌的人 就不用被釘十字架 所以小朋友 你看看你拿鐵釘 把自己的手刺看看 哇 我拿鐵釘這樣刺 我真的好痛喔 再刺一點 喔很痛耶 就感謝耶穌你為我釘 不然我也要釘耶 結果後來長大了 我才教教會歷史的 我才發現 因為信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人 沒有一萬耶穌也有五六千 那種那個時代 十字架就是當你 你背叛這個國家 你背叛這個國家 他煽動別人不要像凱撒納稅 不要像凱撒納稅 你不像凱撒納稅 就是對國家不忠嘛 而且這一群人 越咬越多越咬越多 說不定會叛國 會叛國 所以耶穌被釘上去了 基督徒是一群人 一群人拒絕像皇帝的 的雕像 那個什麼 行李的 那一群人 也成為帝國的心腹大患 所以一旦抓到 一定要嚴懲以盡效由 否則大家都群起而效法 所以那群人也這樣子被釘上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讓人看到的是一種恥辱 而且沒有比這個更恥辱的更殘忍的更殘酷的 處決方式 但是為什麼十字架又跟榮耀跟誇口放在一起呢 以外貌體面為榮耀 似乎遠比十字架更為符合邏輯 但是保羅的想法跟文字是天上的邏輯 遠遠超過這個地上的一切 所以保羅的動機跟律法主義者的動機之間隱含著對比 他提醒我們所有的律法主義 所有想要憑著好行為 從那裡 從上帝那裡賺得到益 或賺到恩寵的各種企圖 是從實質上 氣絕了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也就是說 我想要靠我的好行為 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悅 想要主啊 不看生面看佛面 你也帶兩袋 在你面前做了些什麼 事實上你如果有一點點想說 在得救上 我可以靠著我自己的行為做些什麼 基本上就是氣絕 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工作 不可能一邊信靠自己的行為 然後呢 以及在律法以下的自己的表現 同時還誇口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這是不可能的 一而二 這個是 alternative 就是一而二 那保羅在加拿大書五章二十字架 二十四節有談到 已經連肉體跟肉體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把肉體定在十字架上以後 他現在也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 像世界看自己是死的 世界若是死的 就不可能再對保羅有任何的影響 保羅若像世界是死的 也就對來自世界的影響 無動於衷 這兩句話很重要 有沒有 如果你把世界定上十字架 就是把世界的邪情私欲 把這個世界 這上帝的對立面 全部定在十字架上 那就世界就死了 世界死了就不可能對我們有影響 還有 如果我們向著世界是死的 我們向著基督是活的 那麼基督的一切的教導 一切的命令對我們就有影響 而世界對我們就完全沒有影響 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是死人 死人還會跳起來 還會有任何的反應嗎 因此基督徒達到一個境界是 對別人的誇獎 我們無動於衷 對別人的謾罵跟責備 也是無動於衷 不必因著別人的誇獎 我們就無動於衷 我們就開始自以為是 也不必因為別人的責備 或者是別人的那種詆毀 然後我們內心就受到傷害 因為在教會裡面的確 有些時候我們完成教會的工作 是98分 但是常常會因為那兩分被責備 特別是現在不是有聖誕節嗎 我們都很忙 忙著教會的布置 忙著教會的各樣的活動 那如果你真的是已經辛苦了好幾天 最後在緊要關頭一個小小的閃失 可能就因為這一點點的美中不足 於是乎可能就 許多人的責備排山倒海而來 有時候我們就會受到傷害 請記得你如果覺得受到傷害 就標示你死還沒頭 知道嗎 死還沒有透 對不對 就好像你還是活的 所以我打你會痛耶 如果他已經死了 屍體在這邊 你打屍體他會不會痛 你拿刀剁他都不會痛 你拿火燒他都不會痛 所以我們還會對別人的誇獎 有感動會動 對別人的責備會動 怎麼樣 那就表示我們還沒有死透 所以基督徒必須死透 然後對這個世界來講 我死了 我向著這個世界是死的 世界對我來講也是死的 好 那麼來 那個保羅和世界 最後保羅和世界可能在一件事情上的意見是一致的 怎麼會一致呢 他們彼此都不喜歡對方 這是一致的 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定在十字架上了 意思是我定了世界的罪 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定在十字架上了 意思就是說 這世界也反過來定了我的罪 世界和我的意見相當一致 世界一點都不喜歡我 我同樣也絲毫不喜歡這世界 因為在保羅的神學整個新約的系統裡面 我們都把世界視為上帝的對立面 你如果站在上帝這邊 那你就必須反對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 但是很可惜 我們現在活在這個世界 我們就必須非常非常的留意 留意從這個世界而來的各種族語 滲透到我們的信仰裡面 摧毀我們信仰的所有的因素 好 所以保羅後面就講了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了 要緊就是做新造的人 就是啊 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了 面對世界而言 我已經定在十字架上 一切對我來講都是nothing 只有什麼 只有十字架 唯一是我誇口的 這就叫做新造的人 毫無疑問保羅知道基督徒 應當持守一套道德標準 那像加拉太書五章十九到二十一節 講到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不義的是不對的 是那些通通不能做 好但是真正要緊的 並不是我們因為遵守律法 特別是禮律而來的行為 而是上帝在我們裡面所做的 也就是他在我們裡面所成就 使我們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 這是何等美的一個應許 跟何等美的一個確據 我們要在基督裡成為一個新造的 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去爭論那些行割禮不行割禮 其實都不重要 你如果行割禮 卻沒有辦法成為新造的人沒有用 你如果不行割禮 沒有成為新造的人也沒有用 但事實上呢 行割禮 這個是因性稱義 就可以成為新造的人 不需要再加上行割禮 所以對加拉太基督徒 加拉太的基督徒中間的律法主義來說 割禮是大事啊 因為這是開始活在摩西律法之下的正式標誌 儘管對律法主義者來講很重要 但保羅知道這根本算不得什麼 就算你受了割禮 卻不是新造的人 你還不是屬耶穌的 或者是你沒有受割禮 卻是新造的人 那你就屬乎耶穌 所以屬乎耶穌在乎因性稱義 而不在乎尊行律例 好但是呢 這是因為在得救這件事 請永遠記得在得救這件事 律法完全沒有任何的功用 但是一個人在信主之後 要不要遵行基督的命令 要 而基督的命令是比律法更嚴格的 是比舊約的律法更嚴格的 好所以信了耶穌基督成為新造的人 接下來呢 當然你要照新的規則而行 凡照此理而行的 願平安憐憐加給他們 恨上帝的以色列民 好來 那這個是個 凡照此理而行 那個 萊特福特 平住希臘字 卡農 那卡農呢 基本上是標準規則的意思 那現在是說理 木匠或者勘測人員用來測定方向的線 就是指這個 測定方向的線 就是指這個 那基督徒生活有一套理 是上帝的道所啟示的 這可不是我們在生活中發明出來的 所以我們誤要照此理衡量自己 這就是真理 真理 我們請記得真理的存在 我當我們肯認真理的存在的時候 並不是理性上的認同跟接受 而是什麼 而是我們被我們對真理的全然相信跟順服 然後由真理來判斷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生命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像我們劉宇澤 他就說他們系上一個老師 對基督教非常的熟悉 然後上課呢 常常在講西洋史的時候 很多時間都在講基督教 他說他是不信任何宗教 不過他認為所有的宗教裡面 基督教最合理 然後呢 當然他也對基督教提出很多的批判 他說如果要讓他去選他會選基督教 但是呢 但是又對基督教 哇這個這個不合理這個不合理 結果呢 他就跟我講說 爸爸 像這樣的人 如果我們跟他傳福音 如果我們跟他傳福音 哇那這個很難應得過他 我說對啊 我以前就是遇到這種困境 所以我社會學都安 我去讀哲學研究所 那你呢 你就知道怎麼樣去治這種人 好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那我就跟他講說 像他這樣 所以他可以在課堂上 侃侃而談 他談的問題是我們神學的問題 對不對 我以前在上那個教會歷史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 我就跟教會歷史的學生說 教會歷史一開始的爭論就是 基督教是耶穌的基督教 還是保羅的基督教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法則 幾乎都是保羅書信下來的 耶穌就是跟你講很多的比喻 講一些道理 行一些神蹟 但是整個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理念 是從保羅出來的 我說你們老師在課堂上講這個 其他同學怎麼懂 對不對 反正他就是講啊 那我懂 但是其他同學不懂 到底是基督教的 是保羅的基督教還是 他可以理性上說 其實現在的基督教都已經變形了 基督教真正的教主應該是保羅 而不是耶穌 他們從學術的角度可以這樣子談 從文化史的角度可以這樣子談 他可以談到基督教是如何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 受到羅馬的政治的影響 然後呢 再來再談說 基督教後來又如何影響了羅馬帝國 這個都是他的理性上非常清楚的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造他這套理 你大概很難贏得過他 你想贏過他 你就不可以造他的遊戲規則 你要用你的遊戲規則 是不是 你的老師認為一定要讓他很理性的說服了他 他完全的了解 他就要想他才會相信 你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面對他說 老師 這個 你講的非常有道理 但是當你喝這杯水的時候 你有沒有檢測過這杯水有沒有毒 懂嗎 他可以說 為什麼這群人在這種理性都無法通過的部分 他們竟然如此的相信呢 我說你也可以告訴你的老師說 老師你如何可能在你沒有檢測這杯水有毒的情況之下 你就喝下去呢 你剛剛吃的便當 你有去檢測有毒嗎 你竟然在沒有檢測有毒的情況之下 你就吃下去 不是嗎 那這個不是你的 你其實你需要很大的信心 確定便當沒有毒 確定水沒有毒 其實信 在我們日常生活都有 信沒有那麼困難 基督教是因信 接下來稱義 但是信 然後才尋求理解 由相信來尋求理解 這就是神學 就好像 老師你跟你太太結婚的時候 你是先愛上他 還是先探聽好 找調查局 把他的身家背景 一切全部探聽好了 覺得他很好 你才開始追他 我告訴你 保證連續那幾個問題 他的老師一定回答不出來 一定回答不出來 其實信沒有那麼困難啊 我相信耶穌基督作為我的救主 沒有那麼困難 我以上帝的話語聖經 來作為一個標準 來要求我自己的人生 並沒有那麼困難 可是我們就偏偏以為說 一定 很多人以為說 我要相信 才可以 我要了解 明白 我才要相信 我說 如果你的老師還沒有辦法回答 你再追加一句話 可能就倒了 就是 老師你如何理解 那個保羅 你很熟悉的那個保羅 為什麼他信到耶穌以後 他會將萬事看作憤土 為要得著基督 所以其實你應該去探討這一點 你要深入了解 你應該深入了解 保羅 為什麼做出這樣子的生命告白 那就知道 耶穌一定是一個三八弟 可能不是你所認識的那麼膚淺 以保羅這樣的人 都要將耶穌當作他生命的至保 然後將萬事看作憤土 所以我提點這幾點給我兒子 哇他就豁然開朗了 所以台大教授也沒什麼了不起 好 他很多 老師帶給他的很多的問題 我三言兩語就解決了 因為敬畏耶穌是智慧的開端 所以不用緩樂 好所以我們要以此衡量自我 好 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 正向保羅願意將那些教導 錯誤教義的人發出咒詛 像是加拉太書一章八到九節 他也照樣 情願祝福那些煩躁此理而行的人 這些人才是上帝眼中的真以色列明 也就是因信成為亞伯拉罕後裔的人 好 所以十七節說 從今而後 人都不要攪擾我 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這句話直譯是這樣 從今以後 沒有一個人能造成煩惱在我 其實那個攪擾的意思 他在希臘文是兩個字 就是造成然後煩惱 造成煩惱 就不能在我身上造成煩惱 因為我帶著耶穌的印記 在我的身體上 好 所以有人認為說 人都不要攪擾我 保羅是以這種說法 告訴加拉太的基督徒 不要再繼續玩弄這些錯誤的教義 這對我是攪擾 我已經受夠了 那這個是錯誤的教義 不要了 甚至於呢 當然也可以從另外角度說 這些都不可能對我造成什麼樣子的攪擾 那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保羅說這話 就好像他曾經為基督受苦 帶著他身上身體的那些印記 他曾經被鞭子打 有沒有 他曾經被棍子打 那當然那個時刻 還沒有被打很多次知道嗎 他被鞭子打了五次 因為他時候是祖後四十多年 四十九年五十年 因為他是祖後六十四年才死的 所以這中間可能已經被打過了 還是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為了基督的緣故受苦 所以既然受苦 今天他就能夠說出 從今以後 人都不要攪擾我 意思是 無論誰想攪擾他 都是突然的 因為最重的痛苦 我都已經忍耐過了 最大的痛 身體的極端的痛苦 我都已經承受了 那耶穌的印記 並不是類似於 耶穌傷口的受傷部位 而是指那些 能將保羅定位為 或者是烙印為 耶穌基督的追隨者的那個印記 在古代世界裡奴隸要用火印在身上 落下主人的名字 所以他無論逃到哪裡去被抓到 人家就知道 這是從哪一個人的家逃出來的 那羅馬貴族 請記得羅馬貴族都有一個標記 都有一個徽章 只要是貴族 就有一個貴族的專屬標記 就好像現在的羅馬教宗 教宗有他的墓灰 有沒有 他有一個徽章 墓灰 所以呢 你到那個什麼 到那個萬金聖母聖殿 現在又很漂亮了 對不對 萬金聖母聖殿 你就可以上面看到的就是 方济教宗的墓灰 那你如果到那個五福路 高雄五福路的玫瑰聖母聖殿 他就有兩個墓灰 一個叫做教宗墓灰 一個叫主教墓灰 因為那個是主教座堂 那是高雄的總主教的座堂 在聖母聖殿 那全台灣只有兩間聖殿 一間是玫瑰聖母聖殿 一個是萬金聖母聖殿 是被天主教的教宗封為聖殿 那所以因為被他封為聖殿 上面才可以有 教宗的墓灰 教宗墓灰 但是呢 有些地方有主教墓灰 那是因為這個地方 除了是聖殿之外 就還有 那台北的座堂呢 台北也有主教座堂 但是他就沒有 沒有教宗墓灰 只有主教墓灰 所以呢 有機會到那個聖母聖殿 那個叫做玫瑰聖母聖殿去 你可以看見兩個墓灰 這個是沿襲從那個羅馬的貴族下來的 每一個家族都有他特別的一個記號 那這個這個記號 烙印在那個奴隸的身上 說你無論逃到哪裡去 無論天涯海角 逮到就知道你是屬於從哪一個貴族的家庭逃出來的 所以巴克萊說 主人常常會在奴隸身上用印記 標明他主人是誰 保羅的意思很可能就是指 他為基督受苦 所留下來的那些疤痕 就像烙印一樣 證明他是基督的奴仆 所以最後一句話 弟兄們 我願主耶穌的恩常與你們同在 阿門 保羅所能祝福加拿太人的 就是願以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 若是這樣 他們就必在行與上帝的恩典當中 必行在與上帝的恩典 恩典關係裡面 而不是以律法和表現為基 表現為基礎的關係 那些會使他們陷入危險的境地 因此這句話 是對這封信恰當的結束 也為我們所有的人 為我們所有的人生活 所有人生活的祷告 所以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藏在你們心裡 好 所以呢全書的結論可以這樣子講說 福音就是福音 不容天家不容山間 這是保羅的立場 Here I stand 不要增加也不要減少 福音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捨身熟的眾人的罪 使人可因信而稱義 人之稱義自當像罪而死 在義中活 將自己的罪定在十字架 也讓聖靈在生命中運行 這是整本加拉太書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們用這個來反省我們自己 當我們在義中活 那這個瓦跳跳的世界 面對這個瓦跳跳的瓦 有沒有 或者是瓦跳跳的瓦 面對這個瓦跳跳的世界 那我們應該做出什麼反應 好 那麼肉體的情欲 在所有基督徒的生命裡面蠢蠢欲動 所以我們應該時時警醒 順著聖靈的引導來生活 照著聖道的命令來行為 才能結出聖靈的果子 來蒙上帝的悅 好 所以呢整個加拉太書 到這裡就做一個結束 所以回去看 一頁一頁已經寫得非常非常的多 過去三個月 我沒有一天 是晚上兩點以前睡覺 今天晚上終於可以 十二點以前睡覺了 所以我身上也帶著某種烙印 一種印記 但是跟保羅相比 真的算不得什麼 那盼望 我們這次對加拉太書的研習 可以使得我們重新去理解 這個基督信仰的真正的重要性 他的精純度 以及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信息 是何等的寶貴 那盼望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的生命得神喜悅 我們最後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滿心感謝你的恩典 平安帶領我們 經過這十二個禮拜的學習 進入到加拉太書的世界 再次去領略保羅 對加拉太教會信徒 他們快快離開所信的真道 而被一些攪擾者帶到一個錯誤的道路去 保羅的心是何等的鎧竊 他多麼希望這群教會的信徒 可以回到真實無味 樸素純真的道理上面 主啊 我們曉得魔鬼既在那個時代動工 也必在我們這個時代動工 讓我們以為我們信了你之後 我們的生活可以如何的飛黃騰達 可以如何的幸福快樂 如何的成功美好 但是求主讓我們明白 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 而成為你的兒女之後 我們所得到的產業是關乎永恆的 而我們身上也許帶有的記號 而那些記號是讓我們確證 我們是你的兒女 而我們已經將這個世界定上十字架 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如過往雲煙 過去我們重視而且被捆綁 如今我們藐視 而且也從中間得到釋放 讓我們專心的追隨你 而十字架就放在我們的面前做我們的標杆 讓我們一切的邪情私欲都被定死 雖然仍然在這世間生活 卻能夠在十字架裡面得到完全的自由 謝謝主透過加拉太書再次教導我們 教導我們穩穩地站立在毅力不搖的真理之上 無論這世界之風如何吹動 我們的雙腳是永不搖動的 讓我們帶著這樣子的步伐 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 一步一步走向成聖的道路 到有一天可以站立在你面前 得蒙你的喜悅 讓你稱呼我們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用我們的學習 能夠成為新香的寄陷在你的面前 也願主你的靈繼續保守我們 我們未來的腳步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